例題2.4 今次我們要面對應用題 我們一起看看題目 Temperature 即是溫度 所以我們增加的單位是Degrees Celsius 他說時間是Morning 然後這是一個鍵詞 我們選擇一句 Increase By 即是增加了 之後你會看到這個字叫Increase To 如果Increase To 即是增加到 變成了多少 今次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4 即是我們期望最終是一個加4 它也有寫時間 之前是Morning 現在是Noon 接著我們去到Evening的時候 要留意這句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現在是Wars Temperature 現在是 三分之二 Noon 如今看到Is 或Wars 後面那堆東西是一整塊東西 然後三分之二 Noon 即是表示三分之二 乘以Noon 是多少 好 接著繼續看題目 我們說要用 Use Algebraic Expression 即是表示我們的答案 都有些微指數 和加加減減在這裡 去Express Temperature In the evening 即是在最後的時候 Temperature是多少 所以第一步 當然做文字題 第一步就是寫提解 所以我們提解 就用回題目的字 Temperature In the evening 是多少呢? 我們說剛剛說了 是這個東西 三分之二 乘以Noon 的時候的溫度 所以我們就說是 V over 2 乘以 開一個括弧 裡面裝著Noon的溫度 Noon是多少呢? Noon現在追回到前面 Noon就是 在Morning是X的時候 Noon就增加了4度 所以呢 總括來說就是 X加4 所以就做了我們想要的東西 現在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化減 化減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哪些東西可以化減到 哪些東西化減不到 例如這個X加4是化減不到的 因為X和4是不同的東西 4裡面沒有X在 所以我們加不到 所以這個東西 最後的答案會保留在這裡 這個成號呢 就可以化減了 我們就說 只要貼在一起寫的 就是代表成 我們可以化減成這樣 或者其實你可以把它成到分子裡 你可以這樣寫的 或者你可以寫成 這樣寫都可以的 接著 大家最容易遺漏的東西 今次的單位是Degree Celsius 所以大家記住 然後寫Degree Celsius 然後撇兩撇就代表做完了 就是這樣 那就一起看一下例題 例題 例題的英文 我們說第一句 在Math Test裡面 Andy的Score 就是3 times 三倍 of Jimmy's Jimmy's score 的三倍 然後我們說 這句裡面 給你一個貼士 重點的X字 即是Andy的Score 應該是這堆東西的組合 你知道 3倍 和Jimmy's 很明顯是3 乘以 Jimmy's 的分數 Jimmy's的分數 是X 然後現在要答問題 用LGB的Expression 即是表示我們期望 我們的答案 裡面又有未知數 可能裡面有些加減號 然後做的時候 幫我寫提解 這次Marks很好 這次Marks 我們可以不寫單位 做完之後 幫我試試做書的題目 好嗎